剛才聽完之後 有哪位家長願意上來 分享你聽完你的感受的頭三位 我們每人都送一套定書出來 請聽上來 何太 你好 恭喜你 我不是為了 我知道你不是為了 請說 我叫何太 我這次來也是在網上看到這個資訊 我的小孩都很大了 已經讀得很高中大了 只不過我開始覺得現在 自己的小孩好像那時候 是不是可能環境或者學校的培訓都比較淺 現在中班有些同事的小孩可能比較小 某程度有些同事的小孩是讀了這些 我覺得是真的定一點 我覺得可能我們做Auntie就問他 咦 讀書很半的 就問他 那些小孩就說 不是Auntie 我們一直讀 就正如溫先生所說 他們是潛移文化 不是有硬之下學這件事 好像作文家 我自己有個小孩 我都曾經買到的書 但是好像溫先生所說 真的自己都不是前之以後去做這件事 不是不適合讀他 有時候也覺得很容價 他也算挺定的 不需要怎麼教 但是現在的情人 我又覺得讀了這些小孩 反正好像植物分三 我也認爲 就是他們唱的歌都無念 如果那些歌詞 那些廣告的言語又不是很好 那不如讀多些 我都認同自己的小孩長大 總有由基層 三歲到十三歲 是一個非常之好 領導的小孩 在學習的階段 是習近的 我深深的認同 謝謝 謝謝 學生學生 因為我大了 禮運大同聽說 我認得過親其他 親其他 你可以來我們會讀完福 幫忙把這個禮拜 去 是呀 是呀 立即你找我師姐去報名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還有兩套的書 謝謝 謝謝 先下 一會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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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剛才聽了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因為我自己沒有想過 就是會 你不如跟他們說 言辭言文化這個道理 就去這樣 社會上去複雜 用一個好把握之下 去學到 然後對他們中心受用 那種我覺得是 對他們應該補助幫助 又不需要特別去解釋 然後讓他們入到的生活 對面慢慢去理解 去接受 然後學到一套的價值 我覺得是很有用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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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看 證明的家庭兩位同座 我們要去 他們真正的經驗 很爽快 好了 廣告不可以太多 等待之後 將來購買多點書 多謝